西湖醋鱼 酵化鸡 梅花糕 甜芋苗 诗意江南如何被端上餐桌 绿豆汤 小芳糕 臭豆腐 梅千张 苏式小青鲜和绍兴味一绝 究竟谁能赢得你的芳心 玄秘江南滋味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 消费主张由五粮业特约播出 江南好 风景旧层安 自古以来江南地区的秀丽景色和丰富的物产 就广为人们称道 在江南地区婉转的无浓软雨 和精致的亭台楼阁里 更是孕育了众多的独到风味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小桥流水的柔波里 来探寻属于江南地区的独特美食 杭州 因风景秀丽 虽有人间天堂的美誉 一道夜幕降临 天南地北的游客 都在有意无意地探寻这个城市的美味 西湖边 一家特别火爆的饭店 每晚点菜率最高的 是两道有千年历史的名菜 初次来杭州的客人 几乎都要品尝这两道菜 究竟是什么美味呢 它的名字叫做宋嫂 你再看它的手里有什么 挑鱼 对 能够想到吗 就是这位做的 就是她做的 传说就是这位宋朝西湖边 普通的渔家大嫂 用普通的渔做成的 诗情画意的杭州代客名菜 而且这背后还有心酸感觉的故事呢 而且这两道菜 可以说是咱们浙江的十大名菜了 应该是 咱们哪产的鱼是 西湖里的 西湖的鱼 基本上是每桌必点的 最多的时候是一千半 一千五百条 一条鱼怎么能展现 诗意杭州呢 厨师介绍 第一道菜叫西湖醋鱼 做法杭州一绝 西湖草鱼恶养活沙 两面花刀 切雌雄两片 继而入废水一窜 鱼煮姜熟 力去多余汤汁 淋上红酒 酱油 撒上姜沫备用 西湖醋鱼关键再调汁 锅内再放入白糖 醋 湿淀粉都嵌 不放味精 连便鱼身集成 色色红亮 形状鲜活的西湖醋鱼 也叫书嫂传珍 据说是宋嫂一家人 与恶霸抗争时发明创造的 她嫂嫂叫弟弟要外出避难 在临行前烧了一条 用糖和醋烧一条鱼 相传就变成现在的西湖醋鱼了 另一道传统丰富的美味 叫宋嫂鱼羹 这道菜神奇之处在于 能将鱼肉做成相似蟹肉的味道来 采用鲑鱼加料蒸熟 取净鱼肉 放入笋 香菇 葱姜丝和调料 烹制勾薄芡 肺后淋入蛋黄叶 然后加入点醋 色泽黄亮 鲜嫩滑润 先说摆盘这么惊奇 我觉得味道应该很棒 那赶紧尝尝尝 对 酸酸甜甜甜 对 酸酸甜甜 而且你吃这个鱼肉的时候 你会感觉要特别的嫩 特别的劲道 对对对 好我们再尝尝这个 这鱼羹是吧 对 也是酸酸甜甜的 还有股蟹味 是的 南宋的时候啊 我们的这个宋高宗 乘着宇宙来到西湖游玩的时候呢 就碰见一个妇人叫做宋五嫂 它呢是专门在西湖游以卖这个鱼羹为生的 这宋高宗呢 喝了他做的这个鱼羹之后啊 是大为赞赏 杭州南宋黄城根外第一街 繁华热闹的河方街 这个历史悠久的古街 更值得品尝的 是那些老杭州历史传说和典故名小吃 那是一道比一道有识趣 哇 这几公司是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你推荐的 这个就是叫花鸡 特别多人 是在去排队买这个叫花鸡 好吃的 有多好吃的 绝对好吃的 到底有多好吃呢 在叫花鸡用一张沾满了泥巴的黄纸裹着 不是 是两张纸裹着 看起来就像珍藏的一个西式珍宝 里三层 外三层层层包裹着 两层 两层纸 这里边包的是什么这是 荷叶 荷叶包的 哇 这水还好烫啊 现在这水 哎呦 这味道真是很香了 真的味道 扑面而来 对 还带有这个荷叶的香味 对 哇 铜子鸡好像是小了点好像 对啊 不然叫做铜子鸡吗 铜子叫花鸡 对对对对 它大了就不叫叫花鸡了 真的 而且你看这个外表是油亮油亮 而且你看这个一般一看来 这个肉啊都酥烂酥烂的时间到了 做教花鸡的老师傅已经做二十多年了 现在依然沿用古法制作 水泡西湖荷叶摊开 用十几种秘质香料 腌制四小时以上的铜子鸡 用荷叶层层包裹好 再用几张黄纸层层包好 为保证圆着圆味 放到盐水调和的酒坛泥里涂好外层 放在碳木烤的门火中 微烧三四小时 肉香 和香 酒香的独特香味的教花鸡 香气四溢 就是以前一个教花鸡 没动去吃 在路上看到一个鸡 拔锅子里 叫做嘛 你拔锅子一下 锅里面一烤 就拔开就吃了 就这个点故了 因为它打开的时候很香 味道很香 所以说这个教花鸡 对 教花鸡 南京又称金陵 位于长江下游 曾经长期作为中国南方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是中国著名的四大古都之一 夜晚聚集到南京城中心位置的 夫子庙 老门东 新街口等地的游客有几多 记得看到 在古色古香的夫子庙 到处灯火辉煌 油然如之热闹非凡 这个夫子庙在咱们南京来说 是建业的一个地方 不仅在南京是赫赫有名 乃至全国夫子庙 都是赫赫有名的一个景点 在十里情怀上面 夫子庙可以说是这个 十里情怀上面 最最美丽的一个景色 规模庞大流光溢彩的夫子庙 情怀和风光带 是最具南京特色的标志性 旅游地之一 也是国内著名的开放式 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十里情怀千年流淌 一千八百多年来 这里始终是古老的南京城 最繁华的所在 夜逛夫子庙 夜游情怀河 已经成为许多游客 到南京之后的首选旅游项目 在夫子庙的老街及附近的老门东 有多家小店及餐馆 为游客们提供着 数不清的风味小吃及特色美食 这家小店的门前还满了顾客 人们排队准备购买的 是南京传统的特色小吃 梅花糕 这刚出过的梅花糕 真是热气腾腾的 当心烫 那我们之所以叫梅花糕 是不是它的外形像梅花一样的呢 对 它那个模具就像梅花一样的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呢 就像梅花糕一样的 然后我看这个梅花糕里面 那个食材也是特别丰富的 像你这个是豆沙的 看起来五颜六色 色泽诱人的梅花糕 是用面粉搭配小元宵 青红果 松子仁等食材烘烤而成 主要有豆沙 水果 紫薯等多种口味 吃起来甜而不腻 软诺可口老少皆宜 与梅花糕不同 这家老子号高团店做出的是 另一类风味高欢 古色糕 玫瑰糕 豆沙糕 桂花糕等高团都卖得比较火 你们这总共卖高团有多少种呢 十多种 这一般来说这个高团都是怎么来做的呢 就是糯米和大米 白糖 还加上各种各样的就是什么 芝麻啊 黑桃仁啊 这也做成的 纯手工制作 现做现卖 让这类高团历久不衰 颇受青烂 成为南京的代表性小吃之一 到了南京 还有两道著名的甜品不可错过 那就是赤豆元宵和桂花糖玉苗 赤豆元宵是用红豆沙配上莲子 元宵等一起熬煮 吃起来软糯香甜 融在口中 甜在心里 桂花糖玉苗是用芋头配上红糖 玉米粉 紫薯粉 桂花酱等熬之而成 看起来明亮又粘稠 玉苗入口后香甜酥软 润滑爽口 带着桂花的清香 就是它比较原汁原味 熬得比较深 味全出来了 主要还是比较甜 但玉苗这个东西可能比较糯 它的口感不是那么特别的激烈 可能比较温和一点 又甜又香 就非常的美味 在南京 各种汤包 小笼包 馄饨 锅贴等带馅的小吃 都是人们非常喜欢的传统美味 位于南京市秦淮区打丁巷的这家清真馆 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每天从早到晚 这里经常排大队 人们到这里来 就是想尝尝这里的牛肉锅贴 牛肉煎包 牛肉馄饨等清真风味小吃 这里的清真风味小吃 制作记忆已经被列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李邦杰是这家清真馆的第三代传承人 他告诉记者 他们制作各种牛肉风味小吃时 对牛肉的选择特别讲究 一般选用的都是十年以上被淘汰的更甜的老牛 为什么要有老牛的牛 老牛口感好 他干活的更甜的牛 他的肉香比较鲜美 李邦杰介绍说 他们制作牛肉锅贴时 面要用烫面 皮要擀得比较薄 馅是用牛肉加上大葱 用高汤拌成的 上锅煎锅贴时更被讲究了 煎锅贴时火要大 放好锅贴后 先浇第一遍油 同时在热锅中加水 盖上锅盖 焖蒸一两分钟后 再趁热浇上第二遍油 煎熟一锅锅贴前后要浇两遍油 大约需要四五分钟 主要注意一个油要多一点 要血水 要加水 加水要把它蒸汽 蒸熟 蒸熟就要靠二胶油下锅再煎 锅贴出来就酥脆 一锅锅贴后油要半斤 刚出锅的牛肉锅贴色泽金黄 香气扑鼻 吃起来尚不柔嫩 底部酥脆 鲜美多汁 油而不腻 流传了多年的牛肉锅贴 被誉为情怀巴掘之一 深受消费者喜爱 很酥脆 它那个面里面好像感觉是 和了油一样 就是特别的松软 里面的汤汁也特别好 我觉得这些朋友啊 同学都愿意到这来吃 有时候还能碰到面 除了牛肉锅贴 这里用传统技艺制作出来的牛肉煎包 牛肉馄饨 牛肉小笼包 牛肉烧麦 干切牛肉 熏牛肉等清真风味小吃也别具特色 受到许多消费者的追捧 要说苏州古城里晚上最热闹的地方 那就得来平江路了 当地人告诉我们 先有平江 后有乌苏城 平江路可是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 更是苏州古城保存最不完整的一个区域 堪称古城缩影 据说在这条群长1606米的经典水巷两侧 就藏有着不少美食 逛着平江路 我们忽然被河对岸的一处亮光吸引住了 走近才发现 原来这里有个路面摊 在宽度不足三米的河岸边 两个人并行走起来都显得有些拥挤 更让人不解的是 这里的就餐环境可谓十分简陋 甚至连桌子都没有 顾客们坐在小方凳上 把路面的石板当做餐桌 但看起来生意还是不错的 到底是何方美食有如此魅力呢 有没有闻到一股特别香的香味啊 真的挺香的 对 这里就是凤池弄 然后这个小铺子在这边都有几十年了 而且都是苏州老味的 摊主许秦源今年七十岁了 这个卤味小吃他都已经经营三十多年了 在深夜 这些卤味足以诱惑往来的男男女女 卤味小吃品种很齐全 是肉食者的天堂 鸭针 鸭头 鸭歇 鸭脖 豆腐干 鸩春蛋 鸡卵都应有尽有 鸭干的很嫩 我觉得这个鸡爪这个弹性 许秦源家最有特色的要属卤味鸡爪的鸡爪肥嫩 卤汤则香气四溢 鸡爪上浓郁的枝糕 只要吃上一口便沾满双唇 味道的讲究全在这锅卤汤里 他告诉我们 这里放了很多秘制调料 公司中药就有十几种是地道的苏州卤味 其实苏州卤味吃的就是记忆中的老味道 不拘礼 不讲海诚 两张桌 两盏灯 十几个方凳 这就是小街巷里的苏州味道 把这个脚步放下来 然后这个时间停止在这一块 在平江路上 苏州的老味道肯定不止这一家 美食爱好者陆韵 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哪里品尝呢 哇 来 一杯给你 一杯给我 对 这个就是苏州特有的绿豆汤 这里边白白的是糯米 然后这里边有红的绿的 看到没有 它那个就是红绿丝 苏州话是红绿丝 然后这底下还有比如说那个冬瓜糖 还有蜜枣 都是比较清甜的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你喝起来不腻 你可以喝一下 我告诉你不腻的关键点是什么 是它这个薄荷水 有点薄荷气 对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到绿豆汤 大家会觉得煮一锅绿豆出来的效果是那种很浑的 但是我们苏式的绿豆汤它是很清澈的 本地苏州人会特别爱吃的 苏州的美食讲究非常多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食材的讲究 由于地处江南 物产丰富 一直以来苏州人都有不食不食的说法 意思就是如果不是食令的食材 那就不去食用 荷糖小炒也算得上苏州比较讲究的食令菜了 粉嫩和瓣的硬衬向 食令的藕片 莲心 鼻气 软糯的鸡头米 点缀鲜血的青豆 显得格外雅致 清新 堪称蔬菜中的经典 清淡却不是独特口感 而这道三虾拌面更是讲究 选用太湖的新鲜虾仁 再配上虾脑并加入虾子 三种鲜味立马唤醒人们的味蕾 再配上炸炒好的绿葱丝 不仅鲜气十足 色泽也十分诱人 像清蒸太湖三白 由太湖的白鱼 银鱼 白虾组成 做法上强调食材的本味 鱼的细嫩 虾的鲜甜充分融合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还有苏式小芳糕 冬春玫瑰馅 夏秋薄荷馅 更是苏做的招牌点心 纯手工制作 软糯饰口 清新自然 这种形态逼针的小动物看上去非常有特色 它叫苏式传点 据说古代船上的面点是否雕工很细致 而这种形态逼针刻画细致的面点就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苏式传点了 传点是由大米粉和糯米粉做成 而这些色彩都是用蔬菜汁等天然的染料染上去的 绍兴气候湿润物产丰富 俗称文物之邦与米之香 这里传说有一种号称绍兴一绝的食物 这样奇特的美味到底是什么呢 只要有朋友来绍兴 我一定会带他们到咸横来吃绍兴菜 因为这里有最正宗的绍兴菜 而且这里有绍兴味一绝 是什么呢 我们去看看吧 咸横是清光旭年间鲁迅唐叔周仲祥开的一家小酒店 咸是兜 哼是顺利的意思 这个万事哼通的店成为鲁迅 孔仪己 风波等小说的重要背景 1981年酒店重开 更是集合了绍兴城中最地道的绍兴味 到绍兴这个地方就要到鲁迅酒店来吃一顿饭 是这个意思 就是因为它是代表 对对对 就是在我们上海吃不到 煤是食物发酵的过程 因为绍兴的湿度和温度特别适合发酵 所以你在绍兴才能吃得到真正的臭豆腐 乌干菜 还有一道菜 只有你来到绍兴才能真正的遇到它 这个味道对我们绍兴人来说太享受了 但你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吗 叫蒸三臭 所有绍兴的美味里面最臭的三样东西 梅豆腐 线菜梗 梅千张都在这碗菜里面 但是它臭的有层次 又有咸鲜味 闷起来很臭 吃起来可香了 是我们绍兴的下饭神器 哦 小都说的绍兴味滴绝原来就是梅香 要说这经典的梅味可是只有绍兴才能发酵出来的味道 看这一桌菜真是梅的到位 臭的很有层次呢 好的臭豆腐啊 它永远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个的气孔 就说明它没到位了 柔柔的 嫩嫩的 但是呢 同时它的气孔里面又会有很多的臭味出来 但是一进嘴就都是香味 吃这个一定要吸它的这个梗里面的这种鲜味 千张就是梅酥梅酥的感觉 放到嘴里 梅味在整个口腔里面晃荡 但是你和米饭充分的融合以后 你咽下去的 所有上来的都是那个香味 豆腐软软的臭 馅菜清鲜的臭 千张浓郁的臭 果真是很有层次 那这些绍兴特有的臭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绍兴最有特色的梅馅菜梗 它呢就是那个臭豆腐的制作的话呢 这是用它浸泡的卤水来浸泡臭豆腐 原来 馅菜是江这一带的一种青菜 经过采割和简单的浸泡就可以入坛发酵了 馅菜发酵三个月以上时 汤汁有了特殊的臭味 就能作为制作臭豆腐的卤料了 这个馅菜可能的话呢 它这个卤水是越沉越香 那要泡四个月以上更好吃 对 它风味更足了 更有风味 切好的豆腐放入发酵好的卤汁 这一泡至少24小时 然后就成了可蒸可炸的臭豆腐 孙大厨说炸臭豆腐看似简单 其实也很有讲究 首先要用菜籽油 颜色漂亮 香气足 更重要的则是控制油温 这个油温的话呢 控制在160度左右 臭豆腐的要求的话 它是外酥里嫩 如果油温过高的话 它是外焦里还没熟 如果油温过低的话呢 它又会相互的腌制在一起 当臭豆腐被炸出一些细碎的东西时 就算大功高成了 炸臭豆腐的最高境界就是外面一层酥脆 里边还是软软嫩嫩的 蘸上甜酱或辣酱 入口香软 真是人间美味 怎么样 非常好吃 脆 很香 里面很嫩 外面很脆 与臭豆腐蒸三臭相比 每一味当中的乌干菜扣肉可说是香多了 先是五花肉用酱油黄酒等烧好 再经过仔细的白碗后 铺上厚厚的一层乌干菜 发酵过的干菜咸咸带甜 与烧好的五花肉一起上锅蒸 让肉吸收干菜的鲜味 干菜吸收了肉的鲜味 它的这个菜的酱香和肉的这个肥肥的这个油香 在一起夹着这个荷叶包 绝对是绍兴一绝 在绍兴 人们可没干各种菜 烧肉 烧鱼 甚至做汤都会放些干菜 难怪绍兴味道第一绝就是梅香 接下来就要提出我们今天的消费主张了 本期消费主张板块是由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 养生故本 健康人生无限级 到了杭州的话 你可以去享受一下西湖醋鱼 叫花鸡等十大名菜 在南京 街头小巷的梅花糕 赤豆元宵和桂花糖育苗 是不可错过的 喜欢甜品的朋友到了苏州的话 那肯定要尝一尝清爽的苏式绿豆汤和精致的苏州传点 温州的话像石湖老牙汤 还有绍兴的茴香豆 包括黄酒 那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尝一尝的美味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在消费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愿意拿出来分享 或者是您了解一些不为人知的消费内幕 或者是消费过程中合法权益被侵害了 那就赶快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消费主张官方微信公众号 通过留言的方式把您的遭遇告诉我们 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